我手上这一摆就是成都著名的塑胶炸鸡 想学啥厨的就把视频开完 我来煮一口 八岁版哦 第一步我们碗里头加点酱油 酱油不能加多了哈要不来搓黑 我这一口用生抽代替 第二步微微来滴点烫吃烫不解烫喝个味 第三步是蒜水 俗话说吃面不加蒜香味少一点 酥小炸酱面它就是要来点蒜 然后是炸酱的灵魂哈 就是芝麻酱 芝麻酱一定要挑晕以后加进去 也不要加太多 太多了是服气的太少了它也不香 然后是我们的花椒面要加点哈 最好用开的花椒为啥子 因为它不会苦 这个是我采烈的红油 来给大家看一下 下头是加点花生米的哈 我喜欢这个样子 先舀点桌子 再搅一下 来一瓢油下去 这个哈是我吃面最爱用的猪油 为啥子 因为里面有油汁 而且这个是用肥标用糕的吃几根脆 来一瓢油 也比较多了哈 最后是葱花加一些 还有一样 就是很多人认为是洪水猛瘦的胃精 其实胃精没得害致哈 来一瓢油 对了 调料就准备好了 我们正好去煮面 水开以后 我们把冻的面都要剪哈 上次给大家说过 这个是一块钱 大概是三两种 煮面一定要水要大开 下起以后 给它搅动一下 给它炒散 这样子煮出来的面哈 这个新鲜面是差不多的口感 在大家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就是把口袋要扎紧 要不然面要穿围 面汤里头适当地加点盐哈 这样子煮出来的面很劲道 面马上好了哈 塑胶炸酱面的面 不建议煮得太趴 所以说我们要适当地点 个性就要的哈 来嘛 勺子来了哈 给它铺闷 自己吃不存在哈 这票来 这个咯 马上给它炒一下 哈 塑胶炸铅面哈 一定要选吃选白 不会白面 那就说塑胶炸铅面 你是吃不到它的味道的